你 你根本就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高清 也许高雅说的是对的 你跟陆大小姐才是一路人 可以为了利益一步一步地退让 甚至可以为了利益 让我一步一步地退让 来 真的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要怎么样 才能把小柔的伤害降到最低 然后让她离开山中路 来 你喝走了 怎么喝这么多 我有话跟你说 好 我有事情跟小柔说 请大家出去一下 不行 出去 请大家出去一下 小柔 干 不 我想好了 你要的幸福 我给你 小柔 不要再纠结了 你答应我行不行 让所有的一切的安全感 让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让它滚蛋 我给你一个家 我给你一个家 不要再奔波 不要再操劳了 我养你 我这一生一世我去养你 我养你一辈子 好吧 你说的不用奔波 不用操劳的意思是 我不用当厨师了 也不用工作了 在家等你养我 这么好的安排 我真的应该介绍了 我 第一次被求婚 是不是应该觉得 特别开心 特别幸福啊 我怎么一点也不开心 放心啊 这不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你真的不用这样 你真的不用这样 就因为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吗 就因为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 这就是你给我的安全感 这就是你给我的感情的结果 是吗 是吗 是 是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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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解决感情的危机 我要解决山珠屋的危机 可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只能先把你娶回家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把问题解决 看我还是你在楼空 我该怎么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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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能保护你啊 小柔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还以为你都去上班了 我们来看看高兴 发酒疯闹了一整夜 刚刚才睡着 幸好有先进来帮我照应 不然今天 怕是连班也上不了了 小柔知道高兴病了 特意煮了粥 我本来跟她约了监日早上谈事 看她没来 就 传道过来看看她 听说你的咨询公司开业了 恭喜你啊 大家都很看好 有空上来坐坐 指点一下 有时间会去的 小柔 能不能再次请求你不要再打扰高兴呢 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的 我 能不能去看看她 小柔 我们两个小时候曾经在一起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孩子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对高兴的求婚竟然这么不屑 你知道你这么做对她的伤害有多大吗 高兴不是那样的 我跟高兴 我 我这个傻弟弟 自己偷偷一个人跑去买了求婚戒指 连我这个做姐姐的都没有通知一声 可是 我听说你连戒指盒子都没有打开 你凭什么这么做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弟弟 高兴 这件事也许你应该听听高兴的 不必了 这次就由我来替她做这个决定 高兴也初恋情节 所以才会对你一直念念不忘 可是你看到了 这位才是真正佩妇的 上台的女孩子 去三亚之前 她已经渐渐地对你放下了指引 可是我不知道 你们在三亚发生了什么头套表白 高兴就因为怕你也留下像她一样的后遗症 才接受了我的表白 原来 她是后悔跟我在一起的 她 她是因为后悔跟我在一起 才想让我离开山珠 小柔事情不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是 现在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高雅这件事你完全没有权利提高兴来做这个决定 韩副总变成韩总之后 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了 这件事我替她决定的 高兴是我的金弟弟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所以我亚来说 她的不一样 她们在一起